為何這些人會偷渡來澳門呢? 其實他們有什麼目的呢? 我們都從不同的資料顯示 大部分這些人都是從事兩種行業 第一件事就是可能來澳門在賭場賺食 另外有些在賭場犯了事之後 其實法院禁止了他們進入澳門的權利 另一種情況就是有些女生來澳門 從事一些色情行業 為了能夠在澳門逗留更長的時間 所以他選擇偷渡來澳門 我們看到兩地警方 其實現在對海事上的執勤工作 已經加強了很多 我們看到這次有個朋友 用水樽推進器來到澳門偷渡的時候 都被我們一些沿岸的鏡頭看到 很快我們澳門警方 就會去那個點去抓人的情況 當然你說要到源頭 我們就要兩邊的警方合作 第一件事我們首先要加重刑罰 就是說如果你偷渡來澳門 負責偷運人蛇的船頭 或者是一些工具的老闆 其實他有什麼刑事責任呢 他就不應該只是罰錢 可能要坐牢或者行政拘留 加重刑罰才可以令到人 有一個恐懼性 就不會從事這些工作 另一方面我們就希望澳門的警方 在這個所謂應罰方面 或者處罰方面 可不可以加大零度 例如非法入境的人士 可能來到澳門之後 就不只是罰款 或者可能要坐牢 15天或者30天 在這裡起了警惕作用的時候 這些人就會知道來到澳門 可能條件就不像以前那樣 只是遣返國內原居地的船頭 加強了應罰之後 我相信這些情況是可以導絕到的 但是我相信這個情況 我相信這件事有機會 我們接著要注意 我們接著你 ントill線 您不需要尽力 但是我們的阿諒 也知道 是不會有什麼荒財 或者是有什麼荒財 那太太三國 所以我們就為它 現在你不會接著